泰王化身宠妻狂魔 跟45岁苏提达深情对望 递后感情达到巅峰 这段时间泰国王室公务数量增加 苏提达可谓风光到了极点 拿出了一国之后的状态 即使曾经三度被禁足在瑞士 苏提达依旧可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属实是令人意想不到 苏提达的性格很多变 在泰王面前是贤其良母 对待民众和蔼可亲 但是面对竞争对手帮工的时候 王后从未手软过 一直不遗余力打压剂子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双方有利益冲突 苏提达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 而提帮工的身份是准王主 因为夺敌大战闹了很多不愉快 但是如今马哈国王却亲自跳出来 充当何时老的角色 即使泰王这么做也有道理 毕竟自己年事已高 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 因此近期出席公务的时候 泰王总是有意无意跟苏提达秀恩爱 给了王后很多的安全感 从王室办公室发布的现场照 也能看出来泰王柔情似水 眼神就没有从苏提达身上一开过 一起换上蓝色系的情侣装 走路的时候也是手牵手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苏提达现在也是一脸幸福 走到哪里都是笑容满面 一改往日受气小媳妇的模样 他来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马哈国王终于意识到 只有苏提达才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王储大战已经打响 但是王室专家安德鲁分析 马哈国王这么小心谨慎的人 肯定不会太早公布谜底 不到最后时刻 泰王并没有要放权的意思 对王子们的态度也有所保留 马哈国王的态度飘忽不定 实在是令人忧心 但是这段时间却一反常态 开始跟王后秀恩来 的确是令人出乎意料 马哈国王的态度永远都这么难猜 虽然加冕已经四年多 但是苏提达的地位一直都不稳固 时常处于被废的边缘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苏提达曾经被泰王禁足了三次 然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真是奇迹中的奇迹 此次公务精彩分成 苏提达亲自表演冰球 穿上专业的服装也是有模有样 马哈国王则饶有兴趣坐在台下 为爱妻加油打气 帝后的感情终于重回巅峰 不得不感慨苏提达很优秀 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 尤其在冰球赛次挥洒汗水的时候 一点都看不出是后宫女眷 气质和一态度无可挑剔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泰国帝后的感情越来好 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 苏提达已经成为真正的后宫之主 谁都撼动不了他的地位 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 折服了这么多年 苏提达才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 都说苏提达才冒双全 如今看来拥有绝对的实力 甚至还有惊人的运动篇子 如今马哈国王已经收心 准备回归家庭 苏提达无疑是最后一个女人 对于王室粉丝来讲 看到这样的结局也很欣慰 对泰国王室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马哈国王主动秀恩爱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让王有始料未及 苏提达虽然人到中年 然而状态却是无可挑剔 他配得上自己得到的一切 也没有辜负王室粉丝的期待